优揚的月身將現場來賓 帶到想像的世界 第四個二屆 旺旺時報文學獎頒獎典禮 在中國時報大樓舉行 包括司馬中原 聖竹如 胡錦等 多位知名人士都到場參與 報告這個司馬中原老師 今天能夠處於這樣的聚會 特別可以感受到說 整個台灣文學界這種 整個新老傳承的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獎項 能夠以提供的平台 讓台灣的文學見諾 一代不一代重複下去 專研經濟學 但年輕時也曾因愛好文學 而投稿獲獎的台大校長 管周敏也談到了他的寫作經驗 繼續從不同的角度來創作 我相信我們這個文學 不會因為文字產業的一個 稍微消退而沒落 為了反映時代的劇烈變化 今年也特別將報導文學 列入參賽組別 而影視小說組的首獎得主 也將獲得50萬元的獎金 與雕刻大師朱銘所設計的獎座 記者王淑明台北報導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